立委林佩祥和市长谢国良在仁爱博爱市场里面了解老旧冷气空调的问题 更特地邀请经济部次长连锦璋 以及商业发展署和能源署等多位技术专家一起到现场会刊 最后在立委林佩祥协调下 经济部同意今年度先补助大约1500万元给仁爱市场作为冷气空调的改善经费 主要是因为这边二楼的冷气已经超过35人没有换 那我们鉴请经济部我们的主管机关来这边实地敞勘之后 然后决定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来尽快在今年能够适者来去把这个整个冷气 我们仁爱市场二楼冷气做全面的态换 主要是因为说这边冷气我们这边摊商超过200摊摊商 那每年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 周末都有很多的旅客很多的游客来这边用餐这边观光 所以佩祥这边也在这边肯定我们经济部的努力 愿意到现场来这么热的地方 我现在在讲话的地方 现在体感温度应该已经超过34度 那基本上来讲我们会希望说 我们经济部能够预成这个案子 能够让它尽快进行 让我们在二楼的摊商能够 不管是摊商还是我们的食客 我们的旅客都能够尽快享受到比较好的服务品质 由于仁爱市场的冷气设备已经超过35年没有更新修缮 进入夏天以后市场内部二楼用餐环境的温度经常高达35度以上 因此先前立委林佩祥和市长谢国良就曾经协同仁爱博外市场管委会主委王洪四 向经济部争取补助经费 今天则是再度邀请经济部市长连锦璋等人到仁爱市场现场了解 由于改善市场冷气空调的总经费预估至少需要4000万元 因此不足的2500万元左右的经费 市长谢国良也回应由市政府编列在114年度预算里面 为了我们仁爱市场的冷气这也是成绩已久的问题 那今天也谢谢佩祥委员帮我们尽最大努力争取到中央补助的经费 那剩下来的部分我们市政府会在114年度的年度预算把它编列完毕 那我们再次感谢佩祥委员帮仁爱市场跟经济部来争取冷气修缮 跟这个相关补助的费用 那剩下的部分市政府会来负责 仁爱博外市场管委会主委王红四则是再三感谢立委林佩祥和市长谢国良 一直以来的帮忙 也感谢经济部的协助 更强调欢迎其他政治人物一起来关心仁爱市场的改善问题 但是千万不要在不了解的情况下 对外发表关于市场内的不实消息 首先我感谢我们的谢市长跟我们林立委 林北长立委帮我们仁爱市场整体这个冷气设备经贵这样 那今天也很高兴我们那个经济部市长也来帮忙我们协调这样 那原由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摊商我们都不涉入任何问题 我们也很欢迎说所有基督市的政治人物 你可以多多来关心仁爱市场没关系 但是不事实的东西请来问我主委 不要随便乱放话 我能讲的是这样 那还是感谢我们谢市长跟我们林立委 谢谢大家 所以市长跟立委在之前就一直有带您到这个 配您到经济部那边做协调 因为我们从市长上任到现在 我们很多接触都在讲这个冷气问题 因为这个冷气问题市政府它本身也没有跟我们讲说 说怎么问题也没有讲说不经济会 这个问题都没有存在 你知道但我在这里要替他们澄清 你知道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来帮忙我们 我们都很高兴 你知道都很高兴 那如果说有一些不了解的政治人物 他不了解他可以亲自打电话来问我 我能够解释就是这样 接近中午用餐时间还是有非常多的民众 涌进二楼吃美食小吃 而许多民众和摊商看到市长谢国良来关心 加油和支持声不断 市长谢国良也开心的和大家打招呼 感谢支持和爱护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